暑假時間大家最開心的 當然是跟一大班同學去旅行 不過如果當你走上校巴 發現車長是方力申 司機竟然是側田 還有美女鄧麗恩 擔任導遊姐姐 相信這個旅行肯定會更加精彩 不過這個其實也是廣告的橋段 世事的東西又怎會這麼好處 像Alex那樣小時候搭校巴 竟然搭搭搭搭到去猜 又嚇到Stephy威威鬼叫 這個司機叔叔看怕都不是等閒之輩 不過如果要比拼一下驚嚇程度的話 側田做司機這一下應該會更加驚嚇 你猜到去哪裡就不要玩了 我想過駕巴士不行 因為我駕普通車都很差 其實我香港… 那時候我有車牌的 但不是巴士牌 都駕得很差 而且巴士很難駕的 就是你一輛… 我記得以前我租過一輛搬… 搬屋的那些貨車在美國那時候 那好像都撞過… 即是向後… 不知撞過那些燈柱這些東西 不是但我想那些燈柱的人 是因為爺爺的燈柱